所以我们人的 其实身体上的有毛病有三种 其实佛菩萨就是大一王 菩萨就是帮助我们 解决我们心灵的烦恼的 他救治我们的心病 身体的病很多都是心病 你看我们很多的重要的病 生死大病都是由心而起 你心里想得开的人 就不容易得癌症 你心里放得下的人 就不容易让你的内伤 所以有的时候 树叶的病很难治 因为前世的关系 比方说你前世曾经害过别人 你这辈子就会不停地碰到车祸 灾难 传染病 还有很多从小就带有的那些遗传病 那么这些病实际上就是树叶所为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赶紧念礼佛大忏悔文 天天念 天天忏悔 时时刻刻念 时时刻刻地在忏悔 就会让你大业变小 小业变无 所以我们的灾难就会慢慢地消除 还有一点很重要 一个人想去除自己的树叶的病 不让现在就得到报应的话 你必须要普发大慈悲心 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天给我们做的榜样 希望我们明白 而我们拥有大慈悲的心 我们不但要现在在这个世界要普发大悲心 大怨心 而且我们还要超度术士的冤解 术士的冤解 不管什么事情 不想超度 你也要学会超度 你也要学会感恩 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了 一个人的业 不是今世就能消掉的 他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生不能再去造业 因为我们前世树叶还没还清 所以任何的事情都要学会一种感恩的心 人还有一种病 那就是内伤啊 你看我们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别人的不理解 因为自己对别人的不理解都会伤害自己的 所以你看很多的疾病 忌惯 都会造成我们内伤 你看看长期忌妒的人 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痛苦 你经常称恨别人 你的眼睛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燥 你的肝和肠就会寸断 所以这一切跟你的身都有关系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想去除自己身体上的内伤 最好就是诸恶莫作 师父告诉大家 不但诸恶莫作 还诸恶莫想 不要去想 然后要重担奉行 如果身体上有一些病 可以吃些药 但是你的内伤的病 你就是要学会诸恶莫想 重善奉行 我们人还有一种病 那是外感 外感是什么呢 受到外面的风寒 失患 鼠 就是说热 冷 冷病 热病 还有风 寒冷 那这些病呢 就是我们说的外面对你的影响 其实这些病 你都可以对付的 因为为什么呢 冷了都穿点衣服 热了少穿一点 注意自己保温 保持一定的温度 但是最难的 就是因为外面的感悟 为外面所说的话 外面给你带来的那些伤心的事情 让你产生了免疫力降低 因为你的称怒 因为你接受了那些不好的 那些色情的 我们说 我们说 吃喝 嫖毒 让你学到邪念了 你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 你的思维就开始不振 你的眼睛就不敢看人 你好好的一个孩子就会变得颓废 这就是外感 所以像这些病应该怎么样来对质 首先管好自己的六根 控制好自己对应的六成 慢慢的学会吃素 念经 许愿 放生 所以有大病的人 皇帝内经讲 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生病了 要杜绝 邪淫之事 如果这个人要生大病了 或者已经生病了 绝对不能去碰这种 邪淫之事和戒杀声 一定要守戒 因为你不碰 你就是在种善根 所以很多人不懂 以为 我守戒了 我没吃荤的了 我也没有什么德 也没什么失啊 其实你失去的是什么 失去了跟别人结恶缘的机会 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你结善缘的功德 所以你在自己的八十田中 你种下了善根 所以我们要懂得念佛 去作恶 就会造大业 如果你今天已经念佛了 你还去作恶 你就造了大业了 所以要避开灾祸 消除业障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这样子也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